这一位同修只说了一个妙音 他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二十五明帝中的明信与自信有何分别 如果讲信是一个 明信跟自信是一个信 为什么称为明信呢 迷惑了 自信迷了就变成明信 觉悟了就叫佛信 信是一个迷雾不相同 而且信 众生跟佛是一个信 你们常常参加三世信念 中风禅思开示不是说得很好吗 我信即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即是我信 此方即净土 净土即此方 这是一个信 情与无情是一个心性变性出来的 华言经上讲的虚空法界从哪来的呢 为心所信为时所变 这个心就是自信 是自信的现象 时就是自信的迷的那一部分 迷它怎么会变呢 不迷它怎么会变呢 舍发界 舍发界是时变的 换句话叫舍发界统统迷 没物啊 误了舍发界就没有了 不但没有六道 舍发界都没有啊 而勇家大使 正道歌上讲得好啊 绝后空空无大千 误了之后 伐界只有一针 所以叫一针伐界 舍发界六道就没有了 只有迷雾的差别 所以性是一个性 性本性里头 本来具足无量无边的智慧德相 这都是佛在华言经上说的 所以智慧德相是自信本具的 本有的 佛教导一切众生没有别的 恢复自信而已 这个智慧德能不是学来的 迷的时候迷失了 你要去学 你一学的那个东西 跟自信本具的差远了 不能比啊 这个一定要想的 你真正明白了 我们学佛求什么 就是求民心尽心 但是在这个世界 障元太多 我们的业障中 外面的语言不好 在于寿命很短 不容易成就 那这我们才 用第二个方法 我们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换一个修学环境 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 是待业往生的 并没有民心皆信的 但是你一定要晓得 这个法门 只有这么一个 八万四千法门 门门都需要断烦恼 正不提 也就是说 没有待业的 只有进途宗 这个法门是待业 其他的都不待业 不待业 你这一生 不可能有成就 你试试看 你能不能把自私自利 我平常讲的这个十六个字 自私自利 明文立扬 无欲六成 贪嗔痴慢 断掉 你试试看 你看你能不能断掉 断不掉 出不了六道轮回 再跟你说 不要讲出六道轮回了 断不掉 三界里面 你出不了欲界 三界外面 还有四界五色界 更高层次 你去不了 充其量 你在欲界里面打滚 欲界就是六道轮回 这个事一定要懂 你去不了 感谢观看